在房地产的投资领域中,很多人常常提及付扣税 付扣税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产本的买卖 但如果操作得意的话,是可以有机会赚到钱的 但这个背后的原理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怎样可以善用付扣税的工具,去帮我们建立我们的Portfolio? 付扣税近来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而且最近有传言,澳洲政府对付扣税的态度曖昧 可能会取消付扣税 一时引起了不少风浪 很多投资者都很害怕 究竟这个付扣税又会不会取消呢? 我们今集会和大家解释什么是付扣税 付扣税的原理,背后的规则和付扣税的最新政策风向 相信看完这段视频后,投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大家好,我是澳洲一律程老师 我是频道关于澳洲生活、澳洲理财和澳洲房产 我是澳洲极少数的地产代理 同时持有会计师和律师的专业资格 我和我团队有目标,为你打造高回报和合法省税的投资组合 全方位保护你的资产 我亦都是澳洲买房打造财务之后的作者 以下的内容纯粹是我个人意见的分享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 我本住在澳洲买房打造财务之后 现在已经登陆了成品书店 有兴趣的话,快去买本体吧 付扣税究竟是什么呢? 付扣税的官方名叫做Negative Gearing 可能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也不难理解 就好像你的生意或企业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图 我们的收入就叫做房产租金 而支出就包括所有关于房地产的费用 例如是Council fee,Roto rates,Property management fee等等 好了,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如果收入减支出是一个负数的话 这样就叫做亏损 如果收入减支出是一个正数的话 就算是我们在赚钱 有人会问,亏损了 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虚钱呢? 这里我们就要想明白一件事 就是现金流亏损和账面上的亏损 首先讲讲现金流亏损 即是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再减了还款利息、减管理费、减市证费 再减了其他责费之后 如果有剩下,这就是房地产的正现金流 如果你的租金收入少过这层楼的支出的话 我们就叫做负现金流 在税务上,除了现金方面的支出之外 还有一些非现金的支出 这些非现金的支出 在税务的角度 我们有一样支出是没有用过真金白银洗出来 都是可以用来扣税的 而这个就叫做房屋折够率 我们刚刚说的租金收入减了养楼成本 这个也是叫做账面上的亏损 虽然这个折够率是没有真金白银拿出来的 但我们这个折够率,政府的税务局 是可以被我们当成一个亏损 因为他觉得我们那层楼变旧的时候 其实在税务的角度是叫做虚钱的 所以这些没有拿过钱出来的虚钱 我们是可以用来做税务上的优惠 就算租金收入是低过那层楼的开支 但如果有付购税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账面损失来交纸的税 所以说其实在澳洲那里有很多年薪很高的朋友 他们都是用付购税的策略去帮他们扣税 但也要提提大家 当你卖楼的时候 这个付购税扣了的depreciation 都是要计算到你卖那层楼的 好了,大家也可能会说 最近网上好像看到一些留言或讨论 有人说付购税导致政府税失预算 损失大约2280亿澳元的税收 房地产投资者的减税 估计是超过联邦政府对公屋投资的最少5倍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 政府会取消付购税制度 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部分人认为 这些是对房地产投资者很有利 是他们的合法避税神器 有专家也说 付购税扭曲了投资政策 加剧了贫富懸殊 究竟我们今次政府会否取消付购税呢? 或者我们先看看历史吧 其实历史上 很多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付购税 例如1985年 工党曾引入全面取消付购税制度 但因为它的选票最后流失非常严重 当时政府又立即将付购税引入1987年的联邦财政预算案 始终这个世界都是选票的 澳洲选民在历史上 已经用票做了他们的决定 其实票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为市场提供很多房源的人 所以很明显的 他们是不会想收复这个流动的 看到这里就别以为 只有我们澳洲的普罗大众 才是付购税的受益人 实际上澳洲联邦的众议员里 总共有151名 大部分都是房地产投资者 政府申报的数据显示 大概三分之二的联邦议员 是拥有两套或以上的物业 只有好少数是租房的人 2022年的资料显示 151名议员和76名议员 是总共拥有237套楼 包括他们自己住的楼和投资物业 这些资讯都是网上公开透明的 澳洲的众议员提交的利益登记冊 即Register of interest 也会看到每一个政客 是有多少层楼 以及在他们拥有的物业中 有多少是投资物业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沽网查一下 其实近几年澳洲国立大学 就评估了澳洲税务局ATO的数据 看看谁用付购税的政策 用得最多 他们看得很小 包括按职业细分数据 以及在那些被认为是立法者的人之中 13.87%是付购税的财产 而Ben Phillips教授就说 联邦政客是澳洲境内薪酬最高的政客 而且他们会比一般立法者的人工更高 所以说 参与法律规定的人 本身就是付购税的受益者 大家觉得付购税的政策 有没有可能被取消呢? 好了 去到最后 我们想送一个表给大家 而以下这个表 就是清楚列明 投资房有哪些费用是可以报税的 如果大家想收一个PDF的版本的话 可以传email去helloatinvestwithalison.com 我们就会将PDF的版本传给你了 如果大家对投资有兴趣或者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互动 如果大家想预约我一对一的资讯的话 欢迎WhatsApp或者email我 或者可以去我的网站investwithalison.com 预约一个时间和我对话 好了 多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